九號晚間大甲麻繞境 行經彰化民生地下道的時候 中華統一促進黨成員想要接駕 不過警方已成員 沒有提出三劑疫苗接種證明等理由 來阻止 雙方則是爆發了推擠衝突 造成了三名員警受傷 今天統促黨總裁張安樂 則是出面 強調整起事件 不是強調 而是被警方蓄意醜化 誣陷 不過呢 彰化地檢數已經傳喚 張安樂道案說明 如果明天下午沒有到案 將會強制舉體 跟著大甲 罵繞境隊伍走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 張安樂佩戴疫苗三ok卡 顯示已打滿三劑疫苗 九號他在彰化民生地下道 打算接駕時 同促黨成員跟警方 推起衝突 造成三名警員受傷 張安樂不滿被指涉搶叫 召開記者會澄清 今天說用主持犯罪 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張安樂說當天邀請他接駕的人是統促黨榮譽主委吳京虎 聯交也在他手上 兩人也說好由他接過吳京虎的聯交後走一段 何來搶叫之說 認為警方對他的指控都是誣陷 但內政部長徐國勇力挺警察執法 還說搶叫會被神明懲戒 徐國勇直言 媽祖不會保佑 搶叫的人 彰化縣長王惠美也在慰問受傷 遠景時 強調不容許暴力介入 對於這個暴力我們絕對是予以譴責的 那我想大甲媽每年來這個 落盡的一個部分 也希望我們宮廟都能夠自治 特定犯嫌涉嫌三貨或教授犯罪等情勢 將官願意開立傳票 償還道案說明 如拒捕到案 將官將強制具體到案 彰化地檢署表示 這起衝突已有五人到案 對於破壞社會治安的暴力 分子會嚴加查辦以維護警察尊嚴 也以傳喚張安樂道案說明 十二號下午人落眉道 會強制具體 不過張安樂表示 因律師時間關係 十二號晚間六點半 才會到彰化地檢署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